记得以前玩打野的时候 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别急 稳住 等我人狗合一 在拳头的一次调整中 将吞噬者可以无限叠加平易伤害的被动 改为了上限30层 当叠满30层 吞噬者就会升级到满走状态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人狗合一 此时攻击附带60点魔法伤害 同时新增了幻影打击的被动 每定性一次普攻 下一次普攻就会触发一次幻影攻击 幻影攻击可以触发所有攻击特效 正是这一次改动 使得一批依靠普攻的打野英雄就此崛起 像剑圣 维恩 赵信等英雄 在人狗合一的状态下 可以极大的减少他们打出被动的时间 像剑圣的双重打击 本来触发需要攻击4次 而现在只需3次 配合1技能的真实伤害 能让剑圣在短时间内打出爆炸伤害 那个时期的剑圣 简直就是一个bug般的存在 而吞噬者的存在 也让维恩出现在了打野为止 维恩的三环只需2次就可以打出 爆发直接提升了一个档次 由于这个版本的吞噬者过于强大 移动让整个双方式峡谷失去了平衡 虽然后来经历过多次削弱 但对某些英雄而言 依旧十分强大 2016年5月 吞噬者就此一筹